各位粉丝老铁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就瞎聊一集 聊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争议肯定特别的大 就是关于我们贺天玉的收藏价值 它究竟能不能升职 姑娘 你是个仙子 不然你怎么升得这么美 以我自己的立场来说 我认为贺天玉的升职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我经历着每年都在升职的这个过程 但是做视频这两年 接触到了很多的粉丝朋友 手里面有一些玉的 也有在我这里买的 或者说是之前在别处买的 那亲身经历的跟我想象的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有一些想要变现的玉石 基本上是亏的 我没有见谁加了利润把它卖出来 肯定是有 但是极为少数 那些听来的说来的 今天不做参考标准 我只说我亲眼所见 打个比方说8000块钱买到了一块玉 隔了一段时间想要出手 折价折到6000 5000甚至4000 而且这种事都不是一件两件 在我所见到的这些案例当中 集合起来我不认为它属于个例 它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 当你着急用钱的时候 这个东西完全不做数 它根本无法出手 所以何天玉的价值是升是跌 它取决于两个群体 它只在商家手里面有升值价值 在玩家手里面只有跌价的份儿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有一些高端玩家他们一样还是升值的 我只是说我们普通人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何天玉 你买它的时候要把这点看清楚了 你不要觉得到时候会赚钱才去买它 不要作为投资的心理 你就把它当作是爱好 就跟你买车一样 买手机一样 这些东西买到了之后都会掉价的 你心里面清楚 但是你依然会买 因为你喜欢 所以大家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理呢 哪怕他心里面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矫陷心理会略胜的一程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聊 那看样子啊 也是变得不轻哦